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滬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广场两侧 巨型主题景观雕塑红飘带 分外引人注目 威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 两组花坛上 镶嵌着用白色菊花等编织成的18个花环 寄托着全国人民对英烈的深切 临近时时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 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纪念碑前 四千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 列队肃力 他们中有年余九旬的老战士老同志 有胸前佩戴着红飘带的烈士亲属 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 有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代表 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十位小号手 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深沉而嘹亮的号声 让人们仿佛置身 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 七十载砥砺奋进 七十年波澜壮阔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开创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昂首迈进 随着号令 六十名三军一仗兵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 持枪助力 两件事 探 探 探 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莫哀地 三百多名少年儿童手持鲜花 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并致少年先锋队对比 民政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人 天丰队名义 竞献的九个大型花篮 红色缎带上书写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格外醒目 赵博尊 列车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土蕊的百合 清零绽放的文新兰寄托着 对人民英烈的哀思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随后登上纪念碑基座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花篮前铸足凝视 习近平 迈步上前 仔细整理花篮断带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缓步绕行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威俄的纪念碑 无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激昂豪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 背身上的石斧汉白玉浮雕 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 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近十四亿中国人民传承英烈精神 正意气风发地为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 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 献上手中鲜花 并瞻仰纪念碑 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敬献花蓝仪式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一事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联市代表 在京老战士老同志 和烈士亲属代表 勿合国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 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 敬献花篮仪式前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领导同志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北大厅内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 和武党派爱国人士 敬献的花篮 摆放在毛泽东同志 坐向正前方 习近平等 向毛泽东同志 坐向 三鞠躬 随后来到 瞻仰厅 瞻仰 毛泽东同志 仪容 表达 对毛泽东同志等 老一辈革命家的 深切面怀